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是禮拜二 現在是4點28分 現在我正在慢慢的要往老地方前進 今天的天氣非常的好 晚上就 一樣 順其自然的跑 其實也沒有給自己太多的預設 沒有預設 不會有心情失落的問題 也比較開心 昨天禮拜一 家裡有事 所以我昨天就沒有出來 今天 比較有空 就出來跑一跑 現在 剛 在這裡哪裡 明珠東路 中央北部交叉口來這邊上線 先在這邊上線 又要自拍照 先處理一下 然後上線 然後就往老地方前進 各位朋友 我在明泉西路的 一個巷子裡面 160巷的巷子裡面 剛剛呢 我到天翔路的時候 接到我今天的第一單 也就是我的開市單 然後就往這邊送 還蠻OK的 哈哈 因為第一個是距離短短的 差不多一公里 然後40塊 就這個價錢 再來是開市單 然後再來是 客戶人很好 為什麼呢? 在門口等我 他這種Fuse 還蠻不錯的啦 不過其實 我也沒有說真的非常強調 客戶一定要在門口等我 或是怎麼樣 原來上來說其實 像沒有是 一些社團 還有就是 一些司機常會爭執的話題 關於送上樓這件事情 其實 我是不排斥 送上樓我是不排斥 反正 我的心態就是 有人付錢讓我運動 這沒什麼不好 大家要這樣想 大家就開心的想 樂觀點想 很多人呢 吃的胖胖的 有三高 我單又來了 頂呱呱送到哪裡 頂呱呱 好也可以接啦 等一下 2.1公里40塊 沒關係 今天心情不錯 順其自然給他接 好 剛剛講到 現在的人 常常就是吃太多 有什麼三高啦 健康普遍都不好 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想到說 不然我去運動好了 叫我每天 就是 這個 孤零零的一個人 有點吵 OK 叫我每天孤零零一個人 這樣子 然後到那個 校園的操場 或是什麼 河堤邊去 慢跑 騎腳踏車 可能有人也不願意 那有些人就覺得 嗯 我還是要找個教練 找個健身房 好 後來幫我這個是 做規劃 運動規劃 欸那個是要錢的呢 各位 等於是你付錢去運動啊 那今天呢 你呢 就是跑外送 然後呢 客戶要你送上樓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 他付錢 或是平台付錢 讓你運動 這沒什麼不好啦 這樣就是 你把他養的肥肥的 然後你瘦瘦的 你健康 他不健康 你用這個心態 我是用這個心態去思考 那給大家一個想法 一個方向 他不健康 你健康 那你就贏了嘛 對不對 好啦 我要去頂呱呱 就要前面 就要前面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南京東路山段旁邊 過建國北路的這個巷子裡面 剛剛第三單 系統把我帶到這邊來 那 我講實話 這裡 離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小巨蛋 那邊 蠻近的 長春路 這邊 什麼的 現在是5點 5點27分 我有在猶豫 乾脆今天我就往東區跑算了 是這樣子在想 因為 反正我現在心態是順其自然的跑 這樣子 那我就好像沒有一定要 殺回老地方去幹什麼 這樣 去拚什麼燙刺啊 什麼的 都沒有 反正我的心態是比較順其自然 這樣子 啊 順其自然就 就 讓那個系統 決定嗎 啊 當然我還是會挑單啊 奇奇怪 鳥單我就 盡量不接 啊 啊 啊 那目前 啊 看一下 這也是我之前 之前跑午餐餐期的老地方 不過我後來放棄了 後來放棄了 因為我覺得我 我這邊的午餐餐期的這個 這個附近的狀態不太好 各位朋友 我看到嗎 那邊有一台腳踏的車 不過一車 喔 喔 進單了 進單了 新長 喔 不錯喔 讓我研究一下它的地圖 欸 很近欸 好接 好啦 我去接單了 輕心扶全的單 各位朋友 我在 金山泰街口的 這個站牌這邊 發現了 一位夥伴 腳踏車夥伴的車 停在這邊 我只是路過看到而已啊 嗯 如果看到然後 覺得 喔 很熱血 然後就拍一下 哈哈 不錯不錯 腳踏車夥伴 越多越好啊 啊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和平東路 跟建國南路的交叉口 我剛送一單到這個 旁邊巷子裡面 那 現在就斷單了 其實今天在這之前 一隻無縫 但是都是短單 那我想說 今天反正也是禮拜二啦 那我就慢慢送 喔 那現在7點51 不知不覺送了13趟 喔 那當然金額沒有很漂亮啊 因為今天就是都短單嘛 就是短短的 我想說也沒關係啊 短單就給他送啦 那禮拜二嘛 那就不要太挑 那我也是還蠻佛系的 就順順的送 送到現在 啊 差9分鐘8點 那我打算在那邊等個5分鐘 其實這邊不太會有單啦 我按照之前的經驗 要不就要前面一點 要不然就要後面一點 前面的話就是那個 那那裡是哪裡啊 那邊有一條那個什麼 就是台大的那個後門那邊 那另外一邊這邊就是往四大夜市走 喔 好啦那我就 慢慢的齁 慢慢騎齁 這樣子 往四大夜市方向騎 看看會不會在那邊切到單 不會的話 喔 就是 呃 基本上 我預設啦 今天就順順的 大概差不多8點半我就好回家了 哈哈 禮拜二嘛 喔 禮拜二的單量好像一向都不高 這樣 沒關係那就先這樣子啦 啊 各位朋友我現在能在這個 金城南路一段上面喔 那我剛剛其實是跑去吃綠豆湯啊 那綠豆藝人喔 去吃綠豆湯這樣 啊 而且 剛剛還發生一件超搞笑的事情 也就是說我到綠豆藝人去吃藝人湯之前呢 其實我是從四大夜市那邊慢慢騎過來的 那整路上喔 整路APP都沒有叫 我想說哇那今天我看應該是這樣就斷單了啦 齁 好於是我就慢慢的騎到 這個金城南路跟這個 信義路交叉口的綠豆藝人 然後點好餐之後坐下來 然後呢仔細看一下這個APP 原來我斷線了 哈哈哈哈 我斷線呢不是我的網路斷線 是這個UberEats的這個APP斷線了 各位朋友UberEats的APP就這樣斷線了 喔簡直莫名其妙斷的莫名其妙啊 這樣子 我趕快先過個馬路 好OK我過了馬路過得很愛路啦 喔其實是UberEats的APP呢 它就是也沒有特別顯示說 欸我也離線或是沒有出現這個圖案 喔都沒有 它也沒有要我按上線什麼都沒有 它就只是在那邊搜尋 然後跳出通知提醒我 說目前無網路連線 就這樣 但是因為它是斷斷續續的跳 所以我其實並沒有注意到 我只是覺得奇怪 然後呢我想說 哇那我剛剛就浪費了那麼多時間 然後也沒有接到它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呢我就想說 算啦 既然我都已經點好那個綠豆 既然我都已經在綠豆一人點好餐了 那我就乾脆 把那個綠豆湯就把它喝完 我就慢慢喝它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就喝完啦 那喝完了到現在也已經八點二十多分了啦 八點二十八了啦 那我想說今天就這樣子就好了 真的是搞了一個大烏龍 那個UberXAPP 有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很奇怪的現象 它就會突然間它就這樣子 就沒有連線 其實我有發現好幾次 那我那時候其實我就會把手機 就是衝開機 這樣 那衝開機然後把那個UberXAPP關掉 再打開 它就正常 今天我真的是沒發現 今天我只是覺得奇怪 怎麼沿路都沒有逼勒 難不成今天真的單撒到這樣子 然後又會覺得 反正今天是禮拜二 又覺得很正常 這真的是 真的是很暈倒一件事情 不過也沒關係啦 我們也沒關係 今天就跑這樣就好了 十三趟齁 七百多塊錢 好吧 那我有準備就回家了 明天就再繼續吧 吧